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吃喝玩乐有学问 时间是七点三十三分十七秒 我是周玉寇 吃喝玩乐有学问 我们今天的这个学问可大着嘞 这一对夫妻呢 是先生是陈志雄先生 志雄早 你好 介绍一下 你旁边的这一位 我今天有带我太太上来 我们带我水母 带你太太上来 你太太带你上来 也可以这样说 水母 这个是张艺琳小姐 陈太太好 好早 所以你的外号是水母 对对对 你们今天从台中来 也好感动 从天黑到台北又天亮 所以怪不得 他们可以从困顿当中 站起来 而且事业有成 你们两位真是精神可嘉 各位年轻人 你们要注意 这一对陈志雄 张艺琳夫妻两位 其实他们的五家水母吃乳酪店 已经非常成功了 可是我们希望能够邀房两位到车玩乐有学问来 是因为他们是 虽然他们是 现在你已经做奶奶了 对不对 对 但是他们的创业还是很年轻的 因此我们请两位到现场 结果他们就从台中来 我讲的就是我很感动 就是这种精神 就是让现场来介绍 然后让我们大家感受到 水母吃乳酪 你们对这个视野的这个情感的重视 跟这个诚恳热忱 所以谢谢你们到现场 到现场来的精神就证明 你们的事业成功 就是很重要的原因了 就是很大事 很实在 很不怕吃苦 因为今天很早起床 老板 其实是名人邀请 所以赶快要来 非常谢谢水母的公 他是水母的公 对不对 他们的名字好好玩 叫水母吃乳酪 那人家有人还以为什么叫水母 你一开始做这个牌子的时候 甚有创意 而且很有卖点 对不对 其实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取个名字 水母比较柔软 比较比较有质感 但是结果他的谐音 确实我们讲 你是先取的水母啊 我们是先 我们所有的东西的制作研发 都是我都是为我太太做的 因为我太太她本身 她有乳汤不耐症 她喝牛奶就拉肚子嘛 所以我们 我的产品全部把它 我们的从原料 从牛奶开始生产到产品 全部都自己做 而且都是台湾货 食材全部是本土 哇好了不起哦 一般来讲进口的乳酪 它都含有高乳糖 所以我们 我太太都吃了会拉肚子 所以我才想办法 如何把乳糖拿掉 做成不含乳糖 含乳酸的乳酪 后来就拿出来买哦 对对对对 做了因为天下的先生都觉得很恐怖 老婆什么不能吃就要做给他吃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家的产品大部分 所有的东西全部经过我太太 她也很可怜啊 因为她是实验品 所有的东西 研发的过程都要他先吃 他吃了不辣肚子以后 我们才会上市 对你这是身体机制的 所以水母吃乳酪 就是陈志雄先生 为太太张艺琳 他这个所研发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 那奇怪了 那你为什么在这之前不研发 以前你自己做这个 剪股师的时候 忙着没有帮他剪研发 那个时候不抽钱 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太她做副师业 她事业也蛮不错的 然后我做坟墓收入也很多 但是当时我们的产业 说坦白话 一般人来讲算不错 我们生活也都不错 因为你很专业嘛 但是因为人敌不过天嘛 你是东市一直是在台中吗 我一直都在 我出生地就是在东市 东市以前是台中市 现在是台中市 所以你在921之前是做剪股师 是你们家传的 不是我跟人家学的 所以我们921之前 我们两夫妻不愁吃不愁穿 太太开精品店 对啊 在东市 卖衣服 对 你们两个的事业转变好大 特别是先生转更大 因为921没办法 人碰到的时候 当时破产什么都没有 921把你们的家 店 全都挣垮了 对 两栋楼房都 是哦 重新再来 全部都查封掉 田土地也查封掉 因为有些市有贷款是吧 对对对 当然 当然买土地盖房子 一定会有贷款 又有跟亲人担保 所以都牵涉到 天灾国家没有补偿 全岛 全岛好像是三十万 半岛十五万 应该全世界可能台湾最好了吧 照我来想 对啊 因为这是天灾 对啊对啊 没人害我们的政府还补助给我们 我们有几个小孩 我们也有三个 那个时候孩子 那是1999年 1999年孩子都还度过小 就破产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可以继续做减股师啊 没有工作啦 因为时代一直在转变 政府也一直鼓励 金纳古塔 所以你的工作也 机会也慢慢少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 目前来讲 我们是台湾最早做乳酪的 而且我们也是 台湾有最年轻的乳酪工匠 因为我儿子一个国小六年级 一个国中一年级就开始帮我做乳酪 做到现在 所以现在我们家的乳酪 所有的乳酪 全部都是我儿子在做 那你是说你921之前 就有帮太太做吗 没有啊 921之后 921之后了嘛 然后就一边帮他 一边帮像太太这样的人啊 不耐这个 乳糖不耐症的人 可以吃的乳酪啦 对对对 然后 当时做的时候是比较辛苦 我们当时都出来摆路边摊啊 我们两夫妻 因为你要面临到生活嘛 你也是做的第一个产品是什么 第一个产品就是蛋糕 乳酪蛋糕跟生乳酪 那当时我们两夫妻就是 出去摆路边摊 就是乳酪蛋糕 乳酪就是起司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是自己做起司哦 对做 而且陈志雄先生的起司 是用我们自己的台湾的 入农场所生产的牛奶 我们会看情形 我们如果是冬天的话 若农的产乳会量比较多 他可以交给我们 我们就用他的 但是到夏天的时候 他们都被财团收购走 那我们就 对对 我们就唯一只能跟 那个财团购买 他们的保久乳啦 他们那些来做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都是本土的 是是是 所以你们家的水母吃乳酪里面的 不管是老起司或是你的 今天的这个是 这个是抹酱 或者是起司可以可等等 全部都是我们台湾的本土的食材耶 是 好令人惊喜哦 是完全从牛奶开始生产 其实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有天分是不是 又会剪骨 又会做乳酪 是环境所必啦 环境所必啦 也刚好有这个老婆啦 如果没这个老婆也没辙啦 不是因为 我们台湾人的可爱的地方 就是能够 就是接受各种磨难 然后在这种磨难当中适应 然后增加自己的这个坚韧的 适应力 对不对 对对对 还是要求得生存 太厉害了 尤其你是从高峰点 我们当时算是高峰点嘛 因为我收入也 本来不从失川 我也请十几个工人 我收入也不少 我老婆收入也不少啊 你简谷市下面有十几个工人 我们是做坟墓的 还有做水泥的部分嘛 对对 我们两个收入都不少 但是突然间碰到灾变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连小孩子挂号费都没有啊 已经穷到活不下去了 所以逼着我们走出来 人的韧性 是受环境所逼的 那怎么会选择做这个乳酪勒 那当时是因为 我们也 我们后来有转型开餐厅 试过 对开餐厅 结果做甜点 但是又碰到七二水灾 那餐厅的时候 我们的餐厅是在山上 那个时候还在东市吗 在新社 就搬到新社了 那个时候新社就很多 体验咖啡嘛 有花嘛 对不对 我们也是朝向说 找好的 看那个大家很像 一片景气繁荣很好嘛 那我们开了以后 又二次负债 S 什么时候 就是九二一 低盛以后 又以后 好惨哦 就二次负债 因为 七二水灾没人进来 在山上没人敢进来 没有生意 那别人可以挡 我们不能挡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收入 都还债什么 后来逼 逼不得已 我们才把这个产品 拿出去路边摊卖 所以夫妻两个一起卖 是是是 然后我们到 我们上台北 在旁边在微笑 没有掉眼泪 已经没眼泪咬掉 现在 现在已经进入 现在已经进入 欢乐的时期了 我们不敢讲说 我又想掉眼泪 好感动 因为九二一的受灾户非常多 是 你们的东西呢 附近应该倒了一片吧 其他的邻居朋友呢 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 也死了好几百人了 对啊 所以基本上 人生碰到天灾地变 还有经济的 经济的衰退种种 对我们人生一生 真的是一个考验 一家五口 就自己一起做乳酪 小学生也做乳酪 其实也是感谢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一句坦白话 以目前来讲 我儿子幸好 有时候我们也是因祸得福 如果我今天做乳酪的 我今天还在做坟墓的话 没有得到这个事业 我的孩子不可能会有这个事业 那然后今天 虽然得到这个灾难的时候 我因为这个灾难而转为福报 我现在所有的孩子 我是说嘛 台湾最年轻的乳酪工匠 已经找不到比他更年轻了 一个国小六年级做 一个国中一年级就开始做乳酪了 他们的资历 还有他们的对乳酪的技术面 都已经存在 台湾的乳酪工匠 可以到欧洲意大利 什么这个去比赛 水母吃乳酪 他等于是你们的接班人了 你的意思是水母吃乳酪 而且你们现在有五个店面 对不对 对 这都是直营的吗 是 都是直营 那工厂现在在哪里 工厂在新社 在新社 对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吃喝玩乐有学问的两位 他们是年轻人的 爸爸妈妈是小朋友的 阿公阿嬷 可是在这个吃喝玩乐这个行业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 他们是从困顿中创业 而且呢还真的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1999年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 在17年当中 他们现在的总店是在新社区的中和街 这个工厂就在这里 是没有 然后你们现在的其他的四个分店 都是在中部 就南投跟泰中 是是都在中部 那那那那那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进攻啊 其实说一句坦白话啦 因为乳酪从开始做到成品 它的成本 时间久成本高 因为十二斤的牛奶 只能做成一斤的乳酪 我知道 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不是乳酪其实是不会赚钱 因为如果我们换算的话 它的成本跟人事开销是过大 是因为我们创新的突破一个技术 你不是有专利吗 有那个乳酪有专利 乳酪不赚钱 意思就是我们吃乳酪是赚到了 对 乳酪 我们真的乳酪是亏钱的 但是 但是十一斤的乳酪 乳酪 在国外它是叫农业废弃物 我知道 对 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做成饮料 那也是因为我太太 我太太她一直讲 你这样做根本不贪钱 怎么会赚钱 怎么算都亏钱 一斤的牛奶才能做一斤的乳酪 其他的十一斤变乳酪 通常都被倒掉 结果你把它做成饮料 是是是 那真的好吃吗 好吃 好吃哦 等一下我们来研究一下 水母吃乳酪 它的英文就是 Pretty wife Eat cheese 看他Eat cheese以后 就会变Pretty wife 很有意思哦 陈世雄先生 91之前她是检果师 陈世雄的太太 91之前是精品店的老板娘 现在他们是水母 吃乳酪的第一代创办人 对不对 对 将来在台湾 搞不好有50家也不一定 目标是多少家 希望是这样 非常谢谢两位 今天从台东的新社 这是一个好地方 台中 这个东市 其实也是一个好地方 就是让我想到 91的凄惨的画面 我们进广告了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这个人生大转行当中的 陈志雄 张艺林夫妻 在921之前 他们在台中的东市 陈志雄先生 经营墓园 你自己有专业检果师 你刚才说 你手下还有10个人 太太又开精品店 本来是非常幸福安和的家庭 有三个孩子 就没想到 一个晚上 一切都变色了 之后呢 只好要活下去 就开餐厅 餐厅也失败 后来就来做卤肉 这个志雄 你的意思就说 因为太太有乳糖不耐症 那问题是 你以前都不懂这些 你怎么样去找到 这些相关资料 把你那个小学 你那个小学 跟国中的儿子 就一起 要跟你一起做卤肉 那个时候在家里做 因为当时没有能力去请人 只有孩子就抓来做 设备怎么买 以前都是办手工的 后来才慢慢一直改变 知识走哪里来 知识 其实我只有国中毕业 那我的知识 全部从外籍书籍来的 你自己去看 对 怎么看 其实骗人 看不懂 全部都原文 英文 你去找英文书 真的吗 Google帮你翻啊 之前没有Google 对啊 有啦 但是没那么有名啊 没那么方便 之前我们都是用单亲系统 把所有的文件扫描 把它变成文字档 然后再用 用那个单亲系统扫描以后 然后再翻译成中文 然后以那个中文的文字 再去拼凑 再去用我们的逻辑 翻译出来难懂耶大哥 那个 那个以文用词不同 你好可爱哦 是真的这样子翻啊 对对对 以文用词不同 我们只能看图说故事 然后去揣摩 他的意境是怎么样 听到没 然后去研究出来 这个 觉触逢生啊 这个 陈志雄先生 太厉害了 然后 其实最主要是 照着来实验 其实最主要是环境 我们都知道 台湾气候太热 台湾气候太热 乳酪是坏掉 乳酪是 它是高营养的 牛奶它很容易腐败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 一个叫做 法国的地窖室 熟生环境 它那个环境的 它的湿度 空气间的湿度 跟它的温度 完全跟法国地窖一样 就是因为 我研发出那一个地窖 才有办法做乳酪 是真的地窖 还是一个钢 它是一个地窖室 地窖室 就是仿造地窖的 那个环境 在你们家里 在我们工厂 现在在我们工厂 那我们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有办法 去做乳酪 第一次做出来的 她有吃吗 太太有吃吗 有啊 我太太她 就是很喜欢吃乳酪 乳糖不耐症的人的乳酪 要怎么样不一样法 它的 其实蛮单纯的啦 我们做乳酪的话 只有三种原料 一种就是牛奶 一种就是凝乳酵素 再来一个就是 再来就是盐 其实外面做的是 用凝乳酵素凝乳 凝乳酵素 凝乳酵素 凝乳酵素凝乳的话 它没有办法把乳糖拿掉 所以我们是用乳酸菌凝乳 去改变它的 凝乳以后 乳酸菌把乳糖吃掉 转化成乳酸 所以我们的乳酪是不含乳糖 它的原因重点 其实就在这一个关卡 乳酸菌从哪里来 加拿大 我们买加拿大的原装乳酪 然后才去做 其实外国目前 用乳酸菌做乳酪的 并还没有 真的那个 没有乳糖的乳酪 是跟有乳糖乳酪 比起来口味是一样的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好吃还是不好吃 见仁见智 真的 他好诚实 来太太也好吃 还是不好吃 至少你不会拉肚子 所以中间过程里 你拉过很多肚子 对 在以前常吃外面 试吃的时候 试吃的时候也是 试吃的时候就不会 但是会当奥客 一直问他说 为什么会不会 为什么不会 就是很单纯 乳糖走 他成乳酸了 你没有乳糖 就不是不拉 他知道市面上有 没有乳糖的乳酪吗 目前很像还没听到 还没听过 所以你的Srivo 吃乳酪 对不对 这个品牌就是没有乳糖 所有都没有 所有的东西 很低很低的 几乎完全都没有乳糖了 你为什么不做一个 有乳糖的 有乳糖吃他就会拉肚子 所以不需要为了这个别的女人来做 有乳糖 其实其实我 乱为一通 其实我们说真的 外面已经很多了 我们也是要一个专业 品牌的立即市场 对对对对 而且你们现在不只哦 今天他有起司机 有这个乳酪 这个乳酪是 是放到冷冻库里 什么都没有 只有乳酪的 对不对 就在发酵好最新鲜的时候 哦是 这是还有焦糖的这个 焦糖的是烘焙过的 这个是烘焙过的蛋糕 然后还有抹匠 这是你们的产品 你们现在有多少系列产品 讲起来多了 十几种了 我是为了我老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 可能我的思路 我的思路比较远 原因就是说 要把你的水母资土肉 变成你们成家的事业 要有序经营 但是问题我有两个儿子 所以要做两种 好可爱 所以我才研发 哎呦肉肉 好可爱